大家好,又是GameplayHK 龍之谷新世界終於上架 之前就在封測拍一個影片給大家用一個新職業 就是暗影龍士 我相信有很多玩家都會用這個新職業 但我們拍影片就不如用其他職業拍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阿將坐在一個王座上面 這集不單止有型有款 而且很有實力,因為他衝了100名之內 我就升得比Elly快很多 他就說來找我學習 這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可以升快一點 以及提升多一點的戰力 開始之前給大家看看我的排名 現在我的戰力排名就去到95 以及提升了排名還會有紅轉獎勵 等級排名去到116 深淵是52 巢月排名33 地獄巢月排名暫時我自己就最高排到15 另外防衛戰和對決因為未開鎖的關係 對,我暫時還未玩到 之後再試試排名可以去到多少 阿準姐很有型有款 現在有什麼想玩 我看到我的狗對著你的貓在這裡 我想試一下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你不要先走,我按一下 我特地不讓你按 因為我的貓很純潔 不要按 做個朋友而已,沒問題 不要按,按不到 貓和狗都可以做個朋友 申請配種 不要 不可以,因為貓和狗不是同種 找同種類的朋友去做這個動作 但是可以邀請你的貓一起玩 我按邀請看看會怎樣 玩就沒所謂 然後 你這個小狗真的很可愛 不用說,他還可以幫我去鑿石 玩完之後他們心情變好 15分鐘之內致命攻擊增加了333 正好,加完攻不如試試去打深淵副本 上次封測我們打了地獄三頭犬的巢穴 今次又打這個,阿普卡尼斯 現在我都已經15000戰力,應該可以拿到大家 這隻Boss這麼大份,最厲害就擇人 不過他的行動模式是很慢 所以其實都不太難打 來了 我繞到他的後面,一來就馬上想射我 對了,當然要打阿俊 好迴避 這裡最厲害的是你的應該 這四個人 原來最高等級是我 剛剛說完他又想打我 好,先出絕招 走了,正面走 剛剛一下扣了他,整個血那麼多 連射 走 我的口罩還要 先幫忙加血 我覺得手動線可以,因為不會 鼻子真的扣很多 對,被他集中扣不少 好多 全方位 有了有了,放心 回避回避,走 走 他想打下來突扁我們 二連射 你有連擊記了沒有 沒有沒有,在存在,差不多有了 就死了,他已經重存到 有連擊了 好,來吧阿俊,靠你了 爽,撞他 不要避他了,撞他 照打 用完 用完 差不多死了 阿俊輸出最高,但跌好東西應該會跌到我 這麼過分?我打到潛力結晶? 這次打不到裝 我也是只有結晶 阿俊輸出最高 打完副本,我也想挑戰一下競技場 拍得前的話,是有機會拿到一些傳說裝備的製作材料 這次抽到也是弓箭手 在競技場裡面為了公平起見,大家能力值差不多 以及會先將終極技能放完 當然,90秒之後我們都可以再用過 因為對面都是弓箭手的關係,我還是盡量不要太接近他比較好 來個連射反擊一下 再來個閃避射擊 滾開連射 好走啊好走啊 扣多他一點 暫時大家勢均力敵,我還是多他一點點 再上去射一下 滾 打停了 可以出連技 打不打停他 不行,剛才那個打不停,不要緊 打不停輸出 現在 快死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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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埋身就糟了 因為對面他用的褲武器,會鋒身很多 會 終極技 歪了 算了 對面只剩六萬多血 應該一下消息他 一顆聯射 消息 對手因為是弓箭手 是一個很萬能的職業,近戰又可以,遠距離又可以 不過因為我主力為了升等級,所以就把技能全部加到弓箭,就沒有加到老箭 所以我就不近距離跟他打,拉遠距離慢慢陰他,幸好最後都是我贏 講一下怎樣升等級快點,我自己買了幾個優惠禮包 我的寵物就在這裡,寵物成長禮包,都加不少戰力 另外我就買了這個上市限定禮包,每人買一次 裡面有40張抽獎券,正常來說10抽要用1000顆石,所以這個是超值 坐騎禮包會有隻狗味狐,令我們走得快點,做任務就快點 另外加戰力最直接方法就是買主武器和輔助武器的禮包 攻擊力高一點,我們玩主線都可以打得快一點 只是剛才的武器禮包裝完之後,戰力都已經達到2600多 提升戰力方面有幾樣東西可以做,例如在潛力這裡 我們其實就盡量不要用自動選擇,自己選會好一點 因為第一次強化是100% Level越高,需要的道具越多才可以提升成功率 如果選擇自動選擇,他有機會會用多過100%,就虧了道具 其實我自己試過80%以上都很大機會會成功,所以我就會自己一顆五成 例如好像現在這樣,跌到53%,我才吃兩顆 再升高一點的Level,可能20%多一顆道具都不定 這個時候我都會吃3-4顆,吃到80%樓上我就會強化 用最少的道具升最多的Level 另一個增加戰力方法就是在成就裡面的戰鬥 是可以增加攻防和體力值 只要完成技能修煉的條件就會有獎勵 例如這個衝刺技能訓練 那究竟怎樣做衝刺技能呢 很簡單,在我們迴避的時候 攻擊鍵就會轉了一個按鈕 這個時候就要按鈕做一下衝刺攻擊 那就完成了一下 衝刺訓練完成 加了16點防禦力 連續技能攻擊就是當我們普通充滿了行氣 有火焰特效果斯用了技能就會計算 接下來回避技能就很簡單 只要你按一下回避鍵就會計算 其他不同的修煉條件其實在遊戲教學的時候都有教大家如何觸發 大家可以自己摸索一下 總之平時打怪玩PVP的時候盡量去滿足這些條件 就可以額外再加多一些戰力 好了,今集就跟大家分享了龍之谷新世界升級 以及提升戰力的心得 除了裝備之外真的需要多用不同的技能 去獲得成就獎勵 這裡其實都增加了不少的戰力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上有連結可以下載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再見